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团再度访台 31号上午总统蔡英文在府内接近一行人 还戴上平时较少戴的N95口罩 不过致辞到一半竟发生这样的口误 今年初以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台湾和美国都对乌克兰实施经济制裁 对乌克兰实施经济制裁 还好府方的翻译及时更正错误 据了解达克沃斯这回来台似乎是想安抚 台湾无法被纳入印太经济架构的失望 不过网友却狂酸又来要钱了 黄恩浩荡 扣谢再扣谢 但有人炮轰 疫情当前人民死了 蔡英文不出面 忙着接近外兵 她干脆改任外交里面司长好了 而蔡英文除了感谢美国的WHA替台湾发声 也重申有意加入印太经济架构 再挡炮轰 美国老大哥嘴上挺台 却敌不过国际现实 只能表达遗憾 你今天不管你说要台湾吞莱猪 要台湾买武器 我们都通都照办了 可是台湾想要的东西 语通通口惠而食不至 那如果说你这个老大不够力的话 我们何必交保护费 缴得这么的认真呢 一年两次来台湾 感觉非常窝心 一年来十八次也没有用 如果没有办法 透过所谓美国的友谊 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 我们要美国的友谊干什么 而就在美国参议员访台之际 三十架共机轻扰 我西南防空识别区 是今年数量第二多 台美关系有好说的好听 但最后的结果是好是坏 仍由台湾人民自行承担 政府在国际现实下 最应该谨慎行事 记者张德明配捷 台北采访报导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